念大学做什么 欢迎来到哈喽大业 哈喽大业带你探索学习的世界 每个礼拜四为你介绍一个学系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学究竟在学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秦秦 气管系是许多学生在选田志愿时 常纳入的参考的科系 全国开设气管系所的学校甚多 根据教育部曾经对台湾大学校院系所 及学生人数的分析调查中 气管系名列就读人数排行第2名 热门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许多人对于气管系在学什么都不太清楚 今天的哈喽大业将透过访谈 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大业大学企业管理学系 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大业大学企业管理学系黄一芬主任 一芬主任是成功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博士 专场是创新管理 科技管理 创业管理 知识管理 研发管理 和新产品的开发等 理论与实物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哦 节目一开始 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正在收听哈喽大业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业大学企业管理学系黄一芬主任 主任好 主任我们今天来谈谈企业管理学系到底在学什么 我们都知道产销人发财对于企业管理五大管理原则 相信大家都应该是可以朗朗上口 企业管理学系透过四年的课程规划 帮助学生培养五管能力的养成 打造学生未来的就业竞争力 可以请主任谈一谈气管系的教学特色 以及大学四年内 如何训练一个学生将理论化为实际的规划与操作 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跟职场接轨呢 我们气管系的教学特色呢 主要可以归纳成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个案教学 我们在基础课程跟一些应用整合性的课程上面 我们会应用个案的教学来让同学了解 在企业里面实际发生的情境 并且根据这些实际的情境来思考解决的方案 并且模拟相关的砂盘推演 另外一个教学特色的方向是 我们有要求同学在学习的期间 去进行企业实习 也就是说我们系上跟各行各业 大概有将近20家的企业 有签约合作企业实习 那么同学们可以选择 在寒暑假的时间去进行企业实习的工作 那当然如果同学能够及早规划 在大学前三年把所有的课都完成 那同学也可以选择在大学的第四年 去进行全职实习的部分 那全职实习基本上就是一份全职的工作 拥有全职的薪水 跟一般的员工没有差异的情况 因应现在的AI浪潮 其实我们气管系在课程上面 也做了一些新增的调整 包括近期我们邀请了两位AI方面 在业界比较有实务经验的业师 过来演讲 那业师也已经跟我们达成一个 未来长期合作的协议 那另外我们也跟在中部地区 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红孵化器 邀请这一位郭大 这一位业师来成为我们协助的合作伙伴 所以目前为止呢 在不管是CHEP GPT的这个浪潮 或者是AI的浪潮 我们气管系正在试图将课程的内容 做进一步的业界的整合 那我想同学们只要对这个方向有兴趣 除了自学方面 同学其实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 那学校这边系上这边可以提供的协助 就是帮同学连接到现在业界的实务界的人士 那在未来呢 我们也会试着在下一个学期去规划 跟AI相关的正式课程 来协助同学能够获得相关的专业能力 以上是我们的教学特色 那我们都知道企业管理学系 它属于管理学群 想要请教主任 什么样人格特质的高中生 适合选择器管系 那器管系的学习面向非常的广泛 如何让学生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 累积职场的竞争力呢 器管系适合的人格特质呢 原则上我们企业管理学系 所培养的同学 未来是期待他们进到企业里面 成为管理人才 那管理人才当然也有中阶的 跟之后有可能晋升到比较高阶的主管 那么任何的主管 其实都需要管理人 所以我们会希望同学在大学四年 能够累积一些有关于领导 统合人际沟通 跟团队合作的一些软实力 那这些软实力 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专业知识 而是它是一种能力 所以在训练方面 我们会期望说同学 除了正式的课程之外 也多多参与 包括校外的团队竞赛 甚至在校内 也能够负责主办系上的 或者是校级的一些活动 那如果能够成为社团干部 那更是最好的一种训练 这一些四年里面 软实力的累积 将会在同学进入职场的时候 形成它的竞争力 那这一类的竞争力 我觉得是很难模仿的 所以总归来讲 我们觉得气管系是适合 能够愿意团队合作的人 他能够进行领导 跟沟通这些工作 那我想要最后请教主任 气管系的毕业出入 他除了可以到公职单位 去做任职 那他可以报考哪些证照呢 那未来从事的工作又有哪些 好气管系的工作 可以选择的范围 其实非常广 简单来讲 比如说财务方面 学生可以在大学四年里面 选择去考金融相关的证照 那金融相关的证照 其实很广泛 包括证券 期货债券保险理财规划人员 其实都是 所以同学如果想要走 银行啊 或金融这一块 他就必须要及早准备这些东西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也有行销企划策略管理 相关的证照 那同学如果未来想要成为 一个中阶主管的话 或者是报考 行销相关的一个职务的话 你都会需要相关的证照 包括行销企划管理师啊 电子商务相关的证照啊 跨境电商相关的证照啊 或者是Google所提供的 这些专业能力训练啊 你可能都需要具备 那当然啦 除了行销啦 财务啊 在气管的 这个范围底下 你还可以选择 其他的方向 比如说工业管理方面 可以考ERP的证照 跟供应链相关的职缺 那另外呢 现在比较热门的 永续管理师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试着进入 这一个相关的领域 所以整体而言呢 气管系能够报考的 以工职类来讲啦 工职类其实高普考 可以报考的范围蛮广的 包括高普考的行政类科 跟商业类科 其实都适合管理的学生来报考 所以整体而言 我觉得气管系的出入很广 气管系的出入 真的是很多可以做选择业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怡芬主任详细介绍 哈喽大业 我们下礼拜四见 如果喜欢哈喽大业 别忘了追踪与按赞哦 拜拜 拜拜 我在大业每天都有清间室 哈喽大业每个旌旗次 与你空中相会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一手掌握大业的大小事 也欢迎在Facebook YouTube 追踪大业大学 或大业人新闻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